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2點30分 今天就是真的來個逆勢的 又算是往上漲 那確實跟我們昨天分析的大盤 沒有什麼出入 原本早上其實在開這個盤的時候還有點 就還沒開盤之前 看他這個夜盤的部分 他收的呢是比較低的 那時候夜盤要達到14400的部分 那時候覺得說 今天的範圍有可能是14400到這個 那時候說 14527啦 我有發在限時動態上面 我發在限時動態上面 就是 那就是一塊壓力 一塊壓力,早上的時候有去做空啊 算是成功 剛好點數就是這樣 套一句 我忘記誰講 一點不差 一點不差 我發在限時動 有興趣去看一下 這是14527這個位置 然後就 掉了大概70點左右 掉了70點左右 然後後面又拉回去 踩住又往上 那真的是比昨天行情 還要來的簡單許多 因為昨天呢 拉上來又跌 然後又跌一波之後 拉上來才守住 我才守住他這個 大概大致上那個範圍 那今天是比較阿薩利一點 就是 碰 跌 拉過去 反 反抽 回側 又再拉 原來我是看這個1460這邊有壓 不過目前我是看像這個 14660吧 14660這個位置 然後 這個壓力可能會比較偏大一點 那目前我也是期待待待會開盤 可能開在這附近 14660左右 然後可能會去進行一筆空單 可能會 那我們就再回來看大盤吧 大盤待會再看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 貴買 貴買是稍微有一點 壓制的一個力道 不過就是 其實我覺得個股跟個股之間還是掌跌附件 就是 你看到很多個股呢 今天是蠻多拉高之後 碰到一些關鍵的壓力 或是說是一些 拉高之後 然後去做出貨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今天做多的人是 普遍偏多的齁就算單衝客也是 算說有看到有一些 有些比較明顯的回檔 不過你有拉上去有去做 分批的這個賣出的話 那都是能夠 掉進入口袋 不是說覺得很懊悔 那個地方沒有賣 那個地方沒有買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就 直接 直接來看一下今天找的一些 就是要看的東西 然後呢 今天的個股 蠻多的 應該說 也沒有比之前多了 但真的蠻多的 大家看一下 總共呢 這寫48 不過沒有到48 這邊是 13 然後 1414加加多少 28加13 41檔 對 你都要知道說 實力比你還好 譬如我 我不能說我11真的最好 但我至少比 一般人還好 實力比你好的 每天看這個41檔復盤 那你有什麼理由 要跳著看 你每一檔應該都要看嘛 好啦 開玩笑的 大家就挑自己有興趣啦 不過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做波段 然後真的想要在裡面長期 賺錢的話 能夠去 不要說今天賺 那可能下個月 這個月 賺了 然後下個月開始修正回彈的時候 賠一大堆 賠了脫褲子 然後被套在這個山上 套在高點 不懂的那邊應該要做停損 如果說 你想要學的話 那就是全部都看 全部的復反弄 當然有一些 我也看不懂 如果 搞不好你看得懂 搞不好你看得懂 所以說還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 你真的認真想做波段的話 你還是得要付出時間 去做學習 那你要把你的長期 你要把你報仇拉長遠一點啦 像 這一波11月大反彈 確實真的是把之前的虧損 一併都比回來 但是 一併都可以這樣賺回來 但是 你首先你手頭上也要有資金嘛 如果說你是之前被套在山上的 那你 基本上這一波談 你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手上沒有任何資金 這個你管 我今天早上的時候 有 在錄一部這個 會員個股這個 的績效 有人漲230% 你根本就賺不到 你根本就賺不到 你根本就不覺得說 有什麼值得好開心 有嗎 股市就變得很好嗎 當然現在看股市 應該是變得很好 因為 他 長真的是長蠻久 長了大概三四個禮拜 我們就來看吧 好 那首先 我們看一下 這個禮拜 飛農數據 那好像還有 忘記幾號有人在講話 不過講真的啦 我是比較沒有去care 除非說 這個數據類的東西 我比較會care 數據類一公佈 那講話是之前 可能會 比較多人做空 那現在可能 區域比較 平穩 可能就是 這幾次的有好幾次 好幾次的官員出來講話 就是這個聯準會官員出來講話 其實就是 一講 每次一講 小疊 然後一講 小疊 然後之後又反彈上來 又反彈上來這樣子 不過美股確實有看到一些比較 感覺上好像有點 長不太上去的感覺 不過我們台股卻是 非常非常非常強勢 真的非常非常強勢 那這一波強勢呢 我是不知道要長在哪邊 那如果說有觀察到一些 可能要修正的話 再提醒大家 然後禮拜五呢 晚上九點半呢 就說非那種數據 忘記禮拜三還禮拜四的時候 這個官員出來講話 不過 說真的啦 到了明年 到了明年 我就先講 到了明年肯定 我只能講肯定 肯定 沒有人會再看這些數據了 這些數據可能 完全沒有人在看 也沒有人會對這個數據產生什麼 很高度的敏感 我自己最近也 越來越少 覺得說 這個東西感覺好像 有用又好像沒用 反正就是這樣 那他這個數據應該是 他打通膨 那這個數據一定就是要 高於預期 要低於預期 就是 失業率要高一點 失業率要高一點 然後 就業人數要少一點 就業人數要少一點 他自己在他的方向 但是其實完完全全都還是要 給市場去做一個解讀 做一個解讀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是家犬指數部分 那家犬指數部分呢 這是天嘛 我就說 這個14550 昨天有去分析 14550這個地方呢 我昨天說 你就把他想像成說 這邊 他收盤沒過 收盤沒過 這根收盤沒過 收盤沒過 都是沒有過14550 然後這間收盤也是沒有過 最高是14542 就說這邊突破了 你就把他當作 他好像一檔個股 突破之後 回撤 那今天又收上去 昨天下來回撤 所以今天又有機會 再一次去 往上走 往上走 所以我目前的想法應該他還是會 有機會往上 所以說 現在做做可能 還是會比較是一個方向 做空可能這是一個短多 就看你能不能夠抓到這個短多 像 之前這一段我去做空呢 真的要夠短 可能短的時間 大概5分鐘吧 碰到一個壓力 回來一下 就馬上又衝過去 所以說 這邊就是一個比較逆勢 我比較難去抓到的 但是這種 橫盤的部分呢 就比較好去抓到 區間的一個走勢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目前這一個 納子的情況 納子昨天守住的 昨天不是說這個地方嗎 然後這地方我去做空 然後 後來也在盤 算是在復盤的時候 說我去 把它給賣掉 然後可以看到那時候 這個 他是往上走 不過我們台子騎那時候 壓在14530左右 然後後來其實這邊又有一個破底翻 不過我這邊就沒有去意識到 這邊又有一個破底翻 破嘛 這根破了 小打 然後之後一翻回來 然後這根破底翻又拉上去 不過就沒有去抓到 也沒有去抓到這裡 空下來 就是14600的部分 有沒有去抓到 所以說 看了兩邊都沒抓到 那時候在這邊 有點猶豫 猶豫什麼 猶豫說他早上去到 那時候他點數大概是在14500左右 然後 他14530就有壓力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感覺上 這個14530的壓力好像也是 蠻重的 所以說沒有去做單 反正呢 現在就是 早上在這個地方 就是 把這邊的 這幾根 又打掉了 所以又站上去 那目前又回來藍色的線 所以藍色的線就是現在蠻 重要的吧 蠻重要的 那待會如果說他能夠有效的去越過 我沒有看得太深啦 我這邊沒有看得太深 我就簡單帶過 今天沒有看得太深 所以 就說這邊就是 能夠越過去 現在的這個下山趨勢的話 應該是蠻有機會的啦 那 去我再看看吧 下一層就是這個地方 就看能不能 台子還是用偏多去操作 感覺會比較好 我看待會開哪個區塊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美元指數 昨天晚上應該是有人講話啦 然後他碰到前提點 碰到前提點 又拉上了 我昨天講到一半的時候 是在這裡嘛 然後後來就 副盤沒有多久 那部影片昨天最後一部 臉部而已嘛 那副盤沒多久之後他就往下砸 那砸了之後又往上抽 反正就是一個 如果說你做這個美元指數 應該就是被打來打 扒來扒去打來打去 反正目前看的壓力 就是看到這個位置 早上有再上來測 然後就往下 再往下 就是說現在這個位置 不曉得啦 他如果持續再往下走的話 又是要下去碰 這些位置 就是他又再次轉落 然後這邊也沒有辦法看得特別明白 因為穿線啊然後一些比較特別的走勢 我就沒有那麼清楚 好看一下 我們的美元對台幣 台幣今天是持續升值 然後看那個關鍵位置就是在 今天如果說能 夜盤 或是說明天來一個大漲的話 大升值 然後台那個台子級大漲的話 或許就能夠把 這一層低點的地方給 灌破下去 灌破下去他就會來到 30.5這邊這個位置 30.5這邊位置 就希望啦 反正不是今天 就是明天 因為他不能再卡在這裡了 在卡在這邊呢 我這邊有話啦 他會形成另外一個三角收斂的結構 他就是會這樣去走 他就會這樣去走 那看 會不會被這個地方再壓下來 如果沒有他就真的要 跌下來的三角收斂的突破 那就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那時候可能 大盤就會開始轉彎了 所以說 希望 今晚夜盤 或是說 明天 明天比較尷尬啦 明天就 輔助就會很小 所以說在今天有所表現 我覺得會 特別好 反正不是今天是明天 可能又會贏來一波大漲 以這個 這個 這個 匯率的這個 點 然後去做 分析 所以說 這樣分析下來好像 偏多操作好像是 比較好的 好像偏多操作比較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吧 他最後收在 14658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能夠觀察到 如果說 待會是 收在這個 他其實就有點收在上面了啦 不過 就是說 如果說待會在這個區塊的話 都能夠以 偏多去看吧 待會就是在 再過14分鐘 我們就 搞不好能夠下一波多擔 然後下一個壓力是在14750 就再看看 我們這邊在 認真 認真來畫一下 大致上應該是這樣子的 這條線我還是覺得他有一些 有效 所以說 待會如果說 不要再壓回來 然後卡在這個上面 或是他有所突破 我覺得應該是偏多去操作 感覺上是比較好的一個 方式 感覺上 講12分鐘 我們就直接 進入我們的 講個股環節 那還是希望大家 多多懂一下 大盤 不要完全什麼 什麼東西都不懂 然後 只看這個 可不可以進 可不可以賣 那 我覺得對於 你來投資這件事情 沒有任何意義的 真的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 你看的 東西 你未必能夠去學得到 然後 你學的東西 也有可能就是錯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從我們省準開始吧 來看一下省準這檔 省準這檔呢 其實 我對於這檔來說 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是沒有看得那麼明白 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看得那麼明白 所以說 你問我的話 我就會說 這邊的大量還沒越過 那我看的壓力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三升趨勢 就是這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然後 他這邊直接跌破 反抽 到達這邊 往下壓 到達這邊的時候 又有一點往下 但是 以現在的線啊 如果說我現在把 這兩條線呢 給刪掉 把這兩條線給刪了 我完全不看的話 現在確實就是 有可能會這樣去走啊 確實就有機會是 這個手作 215去看啊 所以 我覺得啦 如果說你有興趣 當然你就是考慮在這裡 但是 還是要 提醒 就是說 我並沒有看得非常偷 因為看 這些都有一些 小小的穿線 然後 之前這邊壓得很漂亮 但是這邊小小穿線 會讓我們有點誤判 我很誤判 然後 雖然說這邊好像 也有一些壓力壓在這裡啊 但是我自己 不是很 明白 但我不懂的 我就會說 我不知道 我不懂 那我不會 叫大家說 你就是隨便 你去下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會比較 笨一點 當然有時候會開玩笑 但是 我覺得就是 持續看吧 但我不會想做多 我講真的 我不會想做 但是如果說你有多 但你可以持續看 我是中性偏多 但我 不可否認的是 我不太了解 他這個215是不是 支撐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我們就來看下一檔 台積電 我認為台積電其實我覺得 以現在的 2330 以現在的台積電 我自己個人認為沒有必要去做進場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 因為 我覺得 你做台積電 的方式 跟我在判斷的方式 我覺得是兩件事 就我判斷他 可能會跟著大盤去判斷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會想要進台積電 我之前有進 但後來其實發現說 覺得 第一啦 浮動太小 你不要說從底下上來這邊啦 我覺得這邊就已經早點脫離 認知範圍 因為這邊是一個 V轉 我自己個人覺得不是人的抓 而且 下一次什麼時候能夠抓到 你能夠保證每次都能抓到V轉嗎 不能嘛 那你能夠保證你沒有抓到V轉的時候 就去 很順心的去把他給砍掉 我覺得大家 大部分沒辦法 不然大家應該都是古城 巴佩特 歐洲大隻是什麼 什麼那個解析李某某 反正 我是覺得他裡面有很多人性的一個操作的 這個東西在 而且呢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個人 會把台積電呢 當作是 假設我真的要買 我應該會用分批的方式去買 跟買 大盤 那 那種感覺是一樣 再反觀來說 那不如就買0.50 0.50也是跟著大盤走 之類的 我會在那邊做思考 所以 我拿台積電來做判斷 我就是拿來判斷大盤 那他今天有沒有去 今天開盤開低了一點 不過最後還是有 收回去大概475左右 一收回去 所以說他目前的一個區塊 應該是守住這個地方 但是 我最低我會看到 看到這個地方 我看到這兩條線的 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說我不會去下單 然後 我要做 台積電我不如去做大盤 我會更加靈活性 我更加這個好 我自己個人這樣覺得 那你要買 你也不是現在買 你也不是現在買 你是等他有個修正的時候 再來說吧 就是你要蠢的話 你要把他當作是 類似三金龍谷一樣嘛 好 那看一下躍聖 躍聖我真的是 我發現我看錯 或是說 我沒看錯 只是 他有形成一個破底反 反正呢 目前的看法 我自己是把 整個 壓 之前支撐是抓這裡 然後 大家抓這個位子 守了幾天 守了1 2 3 4 反正上面我都鎖住了 鎖了大概1 2 3 4 4點吧 我大概51塊左右的地方 最後咧 疊破 然後我就把他支撐下調 但是 我自己個人 我講的我是 比較 不會去做這個破底反 我反而會覺得說 是 他會破呢 是不是因為我的關係 是不是因為我的支撐抓錯 所以他才破 而不是說 他破底反回來 他要往上走 所以說 我能夠從 過往的訊息裡面 當然你現在看起來 好像他慈性的一個破底反 但是我在當下呢 大家應該都理解嘛 這個K棒還沒走出來之前 你都會自我懷疑吧 你就覺得說這個破底反到底 到底是走真的還是走假的 那我自己啦 我強烈建議 如果說 一波章子 從左下到右上的行情 你能夠去做 破底反 是可以做 但是如果說從這個 到這裡 打住 不要說打住 從這裡 假設我們 黃色的地方是直撐 這裡到這裡 撐一下 就破了 又拉回來 這個地方 我就不會做盡他 因為我覺得他拉回來 可能會在那邊穿來穿去穿去 最終形成了 上飄騎 就往下暴底 我在很多個股裡面發現有這樣的情況 真的蠻多這樣的情況 而且台股真的很容易就發生 所以說 我其實在之前有講 我真的破底反的位置呢 我也會假設我真的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是形成一個破底反 那我就會在這個位置去做單 不過我自己很少做破底反 但是 我比較建議有在觀察到的話 就是說 在高檔整理 疊下來再回去 有可能是有機會的 有可能是有機會 因為他可能疊下來呢 是看一些 譬如是 三層趨勢線 譬如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三層趨勢線 也是我是現在隨便貼的 隨便貼 剛好有側住 剛好有鎖住 那我這樣子勒 對不對 這樣子 這樣看 他鎖住 又往上 所以說 有時候確實就沒辦法去 知道 但是 有在左下右上的我會考慮 但是如果從左上到右下 我剛講那個情況 我就不考慮了 這種破底反我就不會去接了 我就不會去接了 因為蠻多看到超多了 從好幾個月前 然後都紛紛都是做一個 拉一個上飄騎之後去下跌 現在實時起司課的情況他就是 就看這條上飄騎線吧 然後 看能不能夠持續往上走 那最好是他這邊卡住好幾天的高點去越過去拉 所以目前他看起來是 有點要形成一個 類似像三角收斂 三角收斂的結構 那他這個三角收斂叫做散散三角收斂拉 顧名是意識會上升 但是 看過很多K棒 看過很多線型 這都是剖削的 這是教科書教的拉 所以說 三角收斂呢 你還是要去判斷這裡到這裡 你的 賺賠比 好不好 那你到這裡到這裡 這邊如果說 欸這邊才是真正支撐嗎 因為我現在不曉得 那到底是真正支撐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說這邊才是真正支撐 那你這邊到這邊 你要怎麼去做調節 你要 疊下來再加碼嗎 那還是說你到一半你就要砍 這個都是你需要去做思考 所以此時時刻我寧願去等他突破這裡 我不會在這個區域去做 這些三角收斂的地方去做 加碼 或是說 去做單都是你要去設好 然後 去思考好 如果說這條三角收斂有畫出來 那他剛好是在 這個位置 我就會考慮 因為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呢 是短的 這位置是小的 所以說他 碰到又拉上來的機率才是高 那這邊可能 真的跌穿就拜拜 我有個人看法 那我們就 來講下一檔 我先把這個 切好 把那個 下站的切好 待會有機會就直接進 唉唷 還真的 這樣開高了 低一點讓我接吧 哎 要砸下來 這個地方 我還是看掌 這個地方我應該還是看掌 還是看掌 打到這裡 看看 就看看吧 待會應該會考慮一下多單 然後剩下 兩分半 不過兩分半應該夠我們講下一檔 我們就來講光魚吧 2328 好 來看一下 光魚終於突破了 終於終於突破了 看一下 我從這邊畫下來 那主要連接 第一個點 第2 第3 第4 經過 4點回撤 所以他是 我能夠連接的下站確實線最多點 那我覺得是 應該是正確的 應該是正確的 那現在時時時刻他已經往上突破了 而且在 之前呢 我都不會鐵道一步 我不會覺得說 我怎麼不買在33點多 那你怎麼知道說你買進去之後不會這樣掉下來 你怎麼知道台股線要很好 所以說今天的突破呢 才是我心中所認為真正的 真正意義上的突破 那現在要怎麼去做 單 基本上都會先看 錢高 錢高這一波啦 錢高 那有時候他開盤開的 那種 很奇怪的 那 是還好 那剛好 這個錢高是沒有任何突出去 是 碰到 然後去往下 所以 基本上 我還是會 持續做等待 要碼他去突破 要碼跌下來 這邊就是一個 大家看得出來吧 我之前圈起來123 那這邊就是4 這個位置 34.5 這個位置可以考慮看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要碼突破 要碼回來 那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需要進行一些 調整 這裡好像有一個支撐 對阿 這邊好像才是一個 這邊好像一個 明顯的壓力 看一下 35.65 35.65 對 我覺得這裡才是真正的這個位置 那 這個全部拉下來 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啦 拉下來 然後 就是守住 34.5 那 他這個 今天這個位置 我看一下量 量是有出來 我就要看明天收盤吧 我覺得現在也很難觀察 他到底有沒有突破 我這個位置也是大概 大致上抓的 那 之前多點碰到是 30 35.5 30 喔 我們先來看好了 開在這裡 來吧 進個多單吧 OK 進了一筆多單 然後 看一下這個 跌破 14 6 50 好 出 16 0 好 我們再回來講 剛剛講到哪裡 這廣語啦 就是 今天沒辦法確定 然後他的壓力 下一個壓力我先不走 下一個壓力先不走 但大致上可能會在前高啦 所以說 呃 講真的他整體的盈虧比 好像 我拉一下啦 感覺上好像有 就要特別漂亮 你看我這邊拉這樣子 5% 10% 有點 不是很喜歡啦 如果說這邊進的話 這樣子才 10% 不過如果 真的 如果你一個 長期的看法 或許 他是一個 機會 但是如果你短線的話 那我倒覺得 就不要理他啦 你資金不夠的人 我覺得不要看這檔 雖然他可能會長 但是他也是 眾多 我自己個人認為 當然他什麼產業什麼支撐 這些我沒有理喔 那可能有些產業的支撐什麼 我沒有理 但是 就是眾多的技術分析裡面的突破的一檔 就這樣 對我來說 如果說你資金不夠的 你就不要嘗試吧 我覺得 你要他 你看到這邊也是 用了多少時間才能夠長出去 這邊用了多少時間才這邊 混 然後 看這裡到這裡 才4% 我覺得 以一個 報酬的一個 來說 我覺得不是 讓我覺得 太 太喜歡 太喜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羽字的部分 羽字的部分呢 這裡 上抓 我記得之前有畫啦 不過後面好像都砍 砍掉了 我來看一下我這邊畫的好了 57.5 拉過 57 58.7 58.75 OKOK 67.275 67 這裡 75 6 5 58 抓這裡就好了 好啦 他就抓這樣 然後 大概抓 57.5 58.5到57.5啦 不然你59到57.5也行 然後現在是一個 算是趨勢的 到達下一個位階 到達下一個位階 就是說是 這樣子 3 ㄟ 看一下 6 我靠 噴啦 抱歉 媽出口 我來 慢一點點喔 拜託 就 靠 你跑那麼快 哇 開心啦 還是放著呢 算了 先走一點 讚 我會更加認真的 跟大家來解放 因為 做到一筆 不錯的單 直接噴 噴了 20幾點 然後再來剩下放 現在剩下就是 持續看 然後 現在這個盈虧比我們幫大家算一下 就是 你進場你還是要去 多多少少去計算一下 你看這裡到這裡 如果說 同等 剛剛那檔也是60塊 我寧願把那個 6萬塊拿來 拿來買這個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那產業那些東西 我是 沒有太深的研究 如果說你覺得 欸 廣語的產業那麼好 你要用你講這樣之類的 我是沒有任何意見 因為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所以說 就是這裡 到 這裡 自己 看看吧 是有機會 然後今天 量 有稍微出出來 出出來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可能真的賺這個 16%搞不好緊繃了 除非說他量能之後 量滾量再拉上來 不然的話 他這邊套牢的 這一根 你看這根多少人死在這裡 很可怕 很可怕啦 所以 自己 參考看看 那是一個機會這樣子 呃 好我們看一下聖打 3027 OK 每次點進來就覺得 畫得夠亂 好 聖打終於 突破了千高 然後來測 欸這個圖我真的都沒有換過喔 沒有任何的換過喔 來看一下這個30多 是之前抓到 30塊是我之前抓到 30塊 那今天是直接 掌上拿來碰30塊啦 那 給大家一個想法 大家覺得說 28這邊是大壓力 還是30塊才是大壓力 給大家這個時間去思考 好我自己認為啦 我自己認為28這邊才是一個真正的支撐啦 然後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 大 大壓這邊是小壓啦 喔因為 以壓制的程度嘛 一次 兩次 那 三次 這邊就是一個區域而已 我這邊周期這麼長 我自己個人單決啦 當然有可能 欸 這個 吃憋喔 然後他還是轉下來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如果說 你覺得他還有機會往上去走的話 自己去拉一下盈虧比喔 盈虧比好 那就上 然後 去 當然 我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覺得 欸 這邊 上來7.5% 那我們要 我們要賺的絕對不是這7.5%吧 對不對 我們絕對是要賺更高 更 更好的報酬 所以我們來考慮做進場 所以說 這邊目前看起來是有1-2的盈虧比 大家自己考慮看看 考慮看看 那當然他會不會轉下來什麼的 這個我就不在我的這個認知範疇裡面啦 那 你可以把這一根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爆量 有嘛 那你可以把它當作是防守點 那最低點的地方 大致上可能就是 他盈虧比應該差不多是在1-1-1-2這樣子 1-2左右 對啊 那我們剛才賭的是他後面 所以我才問他說 大家覺得說這是 大壓力 還是這是大壓力 那我就說 我自己個人認為 黃色這個才是大壓力 啊這個 藍色的線 過去這是小壓力 代表說 我突破了大壓力 那小壓力是比較容易撞過去的 就是 我要給大家這個 解釋 我們看一下這個 系統墊 5309 309 OK 看一下系統墊吧 系統墊目前就 就 就很無聊 就這樣 就是 講了好幾次 越過下山區域線 他目前就是沒有什麼量拉上來 他量平均就比較稍微少一點 等待阻力願意拉吧 那昨天重碼是不錯 我只看到昨天 那今天重碼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時候就說 要嘛這條線嘛 那這邊做加碼 不然你都不要做加碼 反正你就是這條線 你買也不會買的太高 至少你可以買大概 41塊以下吧 我覺得在這一根突破的時候 就講 11月11號 只是我們會員個股 那時候說40塊 是守住的點 那這邊 也是守住嘛 也是守住嘛 那最後勒 今天是有點稍微 看起來有點小小的 又拉一個 上一線啊 不過對於 我對他的看法來說 我覺得他 就是在做一個震盪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 就是說 他量沒有起來 就很難上去 所以就是 慢慢做等待吧 他也沒有一個 有機會跌下去的一個 一個走勢 沒有爆量下跌嘛 什麼之類的 出貨 什麼之類的 好 我們看他提回信 那今天的這一個 這個 有關汽車 只要這裡寫著汽車的 這個 都是不錯啦 自己看 都不錯啦 提回信跟頂倉佑 那 耿頂也是有點失算 昨天還 我講真的喔 昨天還在那邊講說 這個地方感覺好像還沒有過 結果他今天是往上突破了 還蠻好笑的 還蠻好笑的 我覺得是蠻好笑的 那看一下這個 上升趨勢的部分 我認為目前這條線 我會先做觀察 那就是看他 明天啊 因為他建長頂版嘛 如果說不要說 明天一開盤 就往下 往下跌的話 那順勢再上去 那就會看向 呃 哪個區塊雷 目前還看不太懂 目前這邊看不太懂 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應該 不是 我看一下 這裡 可能啊 可能這裡啊 不然就是 這邊彎下來 這裡 你之前這邊有走一波嗎 這都是之前畫的圖喔 完全沒有改過 這樣子 然後往上噴 不過你問我說什麼時候會噴 會不會噴 誰知道 不會 誰知道對不對 你去拜這個 呃 廟 你去拜拜 可能這個神明會告訴你 所以說目前一個看法是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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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這個點 跟這個點 我不能夠check 之外 這個點 這個點應該還ok啦 那是這一根跟這一根 看有沒有壓力 黃色跟這一條 嗯 算是 藍色嗎 這是 對 這是這條線 我們看一下 生涯半導體 這個也是我們的 會員個股 但是是失敗的 失敗的會員個股 那看一下喔 之前是說 呃 他的支撐壓力會刷在57.5 結果他是往上走了 結果又往下靠 有量喔 放大的量喔 不過沒用 一樣沒用 還是掉下來 那這條線 目前觀察起來好像沒什麼用 把它刪了 然後 再來就是 之前有說這個位置 可以觀察看看嗎 就是有在 應該說在 我們群組裡 這個位置 我們沒有做改過 我們只是現在把它貼 貼一條新的 這邊位置呢 沒有做改變 所以他可能就是 下來下面這一層 那可能轉上去會有一些壓力的存在吧 我在想 我也不清楚 對所以說 他是算是真的是 有帶量 但是沒有出貨的現象 但是又騙你的 一檔個股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失敗的 我們失敗 就進場會抓在這裡 然後後面跌到這邊呢 說這邊可以做觀察嗎 最終最終呢 還是沒守住 三三區現在沒守住 然後橫橫橫 砸下來 昨天砸 然後今天又漲回去 所以說目前就是 53.5到57.5 這邊是一個機會 不過 如果說你要做這裡到這裡的單的話 你必須去想像一下未來他是要能夠這樣往上去長 不然你進在這邊其實沒什麼意義啦 你要想像他要拉出去 不然你進他這邊的話是只有7% 那最終彈上來又往下跌 就沒意義了 所以說你要點 帶有豐富的想像力 還有看好他的後視吧 我自己個人當然想 那當然下一波最好 如果他真的不再往下跌的話 下一波好的買點就是 砸到白色的線 因為他要維持在這一條線上面 所以 我也沒辦法知道說他到底 能不能夠往上走 然後他上升曲線的部分 應該是 理論上會成為一塊壓力啦 理論上這邊 這一條線成為一塊壓力 大家自己考慮吧 如果是我就 真的會考慮 就 考慮 呃不是說考慮近 考慮不近吧 考慮不理他這樣子 對 好我們要抬船喔 今天往上噴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整體的一個大格局的規劃 那 之前抓的看法 再進行一些調整 這邊比較正確啦 這邊大致上是20塊左右 主要是連接這個點 這個點 然後還有這邊 這一個 這個這個 反正點過來呢 看起來線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這個地方 19.8 今天剛好是 19.8 所以 跟我畫這邊的線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說 呃之前呢 他就已經突破下降局勢線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故意砸盤 這個就能夠說是破底翻了 因為他是 破了 隔一根呢 直接吞噬他 吞掉他的跌幅 然後 帶亮 帶亮把這一根的跌呢 吞掉了 然後如果說是我們去做進場 我們會不會死掉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從這個地方開始算 17.9 如果是我們好像 快啦 3% 3到5% 也快死掉了 如果說抓得很緊的話 對 有可能就死掉了 不過他現在拉上去 所以說直接看看這一塊 這個之前有講解過 然後 現在看這一塊吧 如果說能夠突破20塊 回測 又是下一波 那看一下下降局勢線的位置 是不是已經 默默的走了呢 然後 這裡吧 1 2 3 我覺得比較合理一點 哇 怎麼剛好就到了 所以說 你看喔 我們這樣加了這條線 加了這條線 就代表說 他必須得過喔 過了再回來 才有機會 所以先 觀察吧 一直在觀察 因為 明天可能也沒有機會吧 好我們要蓬城喔 蓬城呢 依然有壓 昨天就有壓 然後今天一樣有壓 這個就是我畫的下降局勢線 那你覺得準就準 你覺得不準 那就是不準 隨便 反正呢 他就是來到了他的壓力位 大概170左右 然後往下壓 然後昨天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賣點 賣掉的點 那如果說 我是不曉得 我們會員有沒有啦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從這邊開始拉 拉到這裡 總共有35%的 獲利 不過 我是不曉得 大家沒有抓這麼多 我自己是沒有啦 我自己也是 大致上他漲上來的地方就差不多了 就出了差不多了 所以說 你能夠慢慢賣啦 當然不要說 我買10張 我就已經賣在這邊 那個是幸運啦 因為你根本不曉得他拉上去 你應該買10張說 最終可能有兩三張賣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交易 我只能這樣說啦 那你只是把這個拿下來 那你下次買20張嘛 對不對 你原本這次只能買10張 欸 下次買20張 之類的 我慢慢去滾滾滾滾滾 把你的錢資金給滾上去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 出貨線上 然後整體的一個想法是 他如果把這根給吞沒掉他肯定 已經走落 可能就會直接跌到這裡 也說不定 因為他起張點嘛 爆量 爆量的低點 有些人直接走 是跌破直接走 那不是沒有道理的 代表說阻力呢 也閃了 也閃了 所以說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說 以他現在的格局來說啦 當然他如果說沒有吞沒掉 可能還有機會再次突破 當然突破就要突破170 再上去一層 這邊又有一塊 100 178 所以他要突破兩層加上 大級別的下降趨勢線 從去年11月到現在的 大級別的下降趨勢線 所以也都不是很容易突破的位置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惠陽 惠陽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呃看一下 從這邊下去呢 1.2.3點 下來下降趨勢線 那他今天也是 漲到剛好到 平均線的壓力 他就算明天漲到 這個區塊呢 我還是認為他是有壓力的 跟剛剛那個台船的那個線 幾乎 有點一模一樣 不能說幾乎一模一樣 有點一模一樣 然後他這邊是突破 回撤上去 算是真的是蠻走技術形態的 只能這樣講啦 不然他在位置其實是守住這個地方 根本不是在撤這個黃色 也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你畫的線不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他現在要突破這裡 再回來 比較有機會 然後 這個地方是這樣拉 等他突破再說啦 沒有突破就 等吧 就等吧 我們看一下溢加的部分 溢加我們會員個股數 這不是我們會員個股啦 不過我們會員就問說 他轉強了嗎 其實就是一直在 我蠻看好這根下降線 他今天剛好下降線 所以說 呃 還是一樣啦 他還是一樣 上升趨勢線的部分 還是一樣能夠持續做觀察 那他的中軸 就是三角收斂的中軸 這邊一直有持生17.5的部分 然後 你這要不要亂加嗎 亂買應該都是賺錢的 只是可能 目前來說 有點算是在打底啦 打底 當然他能不能最終能不能上去 還是可以看阻力的面子 還是可以看阻力 然後我能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會轉強啦 但是他這邊很簡單 壞條下降趨勢線 他如果說越過這條下降趨勢線 就是他轉強的那一刻 所以你不用問我說什麼時候轉強 只要他能夠越過這裡 他比較能夠去轉強 目前是 他的頭呢 不斷的往下去走 所以說 現在有點像是 跌下來的三角收斂在打底的一種 感覺 的一種感覺 所以 你也只能在這邊 應該說你也只能在這邊考慮要不要做進場 那 能不能拉 能不能上去 那賺的多賺的少 那個都是 主力能夠 去久決定的 不是我們 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主力 除非說你有辦法直接 灌個3963張 除非說你有這麼大的龐大的子 你不然就不要一直去想 誒 炸回來了 所以算是賣的還不錯 好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到這邊 大一會休息一下再錄第2跟第3部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